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新马自达3新程充分利用流畅的线条来诠释动感 整车设计充满流线美 这也是笔之上一代马自达3最令人认可的一个突破 流动之美的设计理念来自马自达刘亚概念车 马自达将其量产就有了新程这个车型 车身侧面的线条像水波一样 并没有追随当下新车的潮流 大量使用硬朗线条来体现运动感 车身尺寸分别为4595毫米 1755毫米 1475毫米 轴距没有变化 依然是2640毫米 内部空间基本没有变化 大灯与雾灯都采用了柳叶型设计 与进气格山一同构成了一张笑脸 这也是新一代马自达产品的同一风格 尾灯同样采用柳叶型设计 并应用了LED光源 高配车型在车尾配置了一个小型的扰流板 配合短尾箱 高腰线的设计 使星程俯冲感更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尾箱上配置了一个电控开启按钮 可以更轻松地将尾箱开启 星程配备的是2055R26的轮胎 内饰片 富有现代感 操作简便 星程内饰设计富有现代感 全黑设计与星程主打的运动风格非常契合 整体来看 线条感较丰富 采用立体分层设计 非常便于驾驶者操作 双炮筒式仪表盘 夹着红色的背光显示 让人坐在驾驶位上就产生极强的驾驶欲望 仪表盘中央的显示区域 可以显示档位 油耗 公里数等信息 环抱式立体操作界面 使行车电脑 空调显示等界面都在同一水平视线上 驾驶过程中视线可以不离开路面进行简单操作 这一点比较人性化 行车电脑可以显示油耗 蓄实里程 保养信息等 右侧的小屏幕是空调以及音响显示 缺点是字体显示较小 光线强的时候不容易看清 中控台有大小不一的六个圆形旋钮 上部一大三小是音频功能调节旋钮 较大的一个在旋转式还可以出现蓝色光带 简单设计 但能小小的提升观赏性 旋转下部三个同样大小的旋钮 则可以对空调进行调节 方向盘上集成了很多按键 左侧为音响调节 右侧为行车电脑控制 自动挡车型上还加载了定速巡航功能 最抢眼的是新增加的换挡波片 这个配置的增加对于主打运动的车型来说是如虎提议 前后门的储物空间相对一般 但都可以放进一瓶水 手刹旁边的置物格有两个杯架 以及可拆卸的粘灰缸 中央扶手箱里有12伏电源以及AUX接口 手套箱采用双层设计 比普通手套箱深度空间有所增加 后排座椅可以部分放倒 行李箱空间为377升 同级别车型中属于一般水平 豪华版配备了真皮座椅 还可以进行腰部支撑调节 由于轴距没有变化 所以星程的后排空间没有变化 动力贴 马自达星程继承了上一代马自达3 良好架控感以及扎实的底盘 搭载的2.0升发动机 采用SVT可变气门正式控制系统 最大温率110千瓦 最大扭矩182牛米 与之匹配的是6速手动以及5速手自一体变速器 1.6升车型最大功率79千瓦 最大扭矩145牛米 与之匹配的则是5速手动和4速手自一体变速器